接牌仪式 亚东科技大学在创校53周年校庆 举行接牌仪式 经10年4次申请改名 今年6月从技术学院升得科大 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经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新北市长侯友宜及多位校友等贵宾出席典礼 沈荣经肯定学校朝工程、电通、医疗管理发展 有助国家在5G、6G及科技产业上的布局 研发中心、很多的Google、微软都会在这个地方慢慢串联起来 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单一个新北市 那是一个国际性的科技重镇 亚东科大在民国57年10月创立 是台湾第一所两年制的私立专科学校 徐旭东回忆起当时的开幕场景 我还记得这里开幕 创办人来开始亚东技术学院 第一所私立的技术学院 我们是特别的受到那个时候的几位主管 李国鼎先生 这个好几位 就是说一定要走向德国系统 徐旭东表示 成立学校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培育人才与集团企业产学合作 像是成立时尚纺织品生产基地 结合数位化应用 并斥资300万元 为护理系打造长期照顾特色教室 培育专才 因为疫情关系 外劳外用进不来 我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尊空太大 缺少的人力太大太大了 我们自己再不训练也不行 从我们学生先训练 将来还有外籍的人士 还有想要第二专场的或退休的 学校地理位置 碧林台北远东通讯园区T Park 是高科技研发的群聚中心 学生与产业接轨 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宗翰 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道 福宗翰 李晶晶 军 准海